好,下面我们谈谈,为什么中国古代很少见到巨石建筑呢? 在欧洲、东亚、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都发现不同的巨石建筑。 这些巨石建筑都建在靠海的地区。 一般这些几吨重的巨大石块所堆成的物体呢,都是用于宗教方面的。 比如作为缝墓或宗教膜拜物,英格兰和苏格兰人都有着神秘的巨石崇拜的习俗。 法国的布列塔尼岛上面,也整齐地排列着成千上万的柱形的巨石。 在叙利亚境内呢,也有一座用巨石垒成的古老建筑。 在玛雅人和印加人呢,他们也曾经建设了一些辉煌的巨石建筑。 甚至也有一些绘画的遗迹,但是在中国呢,就罕见这类的巨石建筑。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? 中国建筑呢,从一开始就是世俗的,就是为生活在现实的人建造的。 那么也就没有必要修建万古长存的建筑物。 而西方这些巨石建筑呢,主要的是用于宗教仪式,比如神庙和教堂建筑。 是为永恒的神灵建造的寓所。 因此,建筑物必须是经久不悔的。 而石头刺身的性质恰好满足这一要求。 所以,用食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 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达。 在国家层面的祭祀中,采用巨大的青铜制品, 就已经达到祭祀所需要的威严、庄重的效果。 能够起到维护王权的作用。 因此,也不需要采用巨石建筑。 有些学者认为,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都有巨石建筑。 因此,这些古代文明要高于中国古代文明。 我们认为,这种观点是错误的。 首先,巨石建筑是因宗教而产生的。 中国古代宗教并不发达。 那么,就不需要为宗教建造宫殿之类的建筑。 那么,当然,也就不需要采用石材建筑永恒的建筑。 另一方面,大型石材搬运、切割、搭建很不方便,也不经济。 因此,中国古人有意识地避免使用这些石材来修建永恒的宗教建筑。 另外,中国人对石材的加工技术并不比欧洲古人差。 比如,中国人对玉器的加工工艺就很高潮。 好,下边我们谈另外一个问题。 中国青铜器与其他地域青铜器有什么差别呢? 我们觉得有一下这样的差别。 第一,中国青铜器的品种极其丰富。 不仅有酒器、水器、石器、兵器、礼器、还有呢,车马器、农具等等这样的生活用品。 第二,中国青铜器最大的特点是器物上有明纹。 世界各地古代的青铜器绝大多数都没有明纹。 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的青铜器,住有很短的明纹。 中国古青铜器有明纹的,出土的就达到一万多件。 而且,明纹长篇巨制的不少。 比如,毛宫顶的名纹就长达四百多字。 第三,中国青铜器主要是礼器。 这是中国青铜器的一大特点。 就世界范围而言, 从印度河流域到巴尔干半岛, 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麦西尼文明, 其青铜器的代表作大多为武器, 如矛、刀、剑等等。 而中国的青铜器以铸造难度大, 文式复杂,这样的容器为主。 这些容器,尤其是鼎,是国家重器。 它的寓意深奥,内涵很丰富。 另外,欧洲青铜文化以武器为代表, 中国青铜文化以容器为代表。 这是中国青铜器和欧洲其他地方青铜器的最大的不同。 好,下边我们再谈一谈为什么中国人喜欢玉石文化。 玉石在中国的历史可谓远远流长。 早在近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, 中国人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玉石。 一般人认为是上古时, 人们在制作使用石器工具的时候, 发现了玉这种矿物。 因为玉比一般的石头更为坚硬, 所以就用它来加工其他的制品。 同时呢, 它有着与众不同的色泽和光彩, 晶莹通透, 惹人喜爱。 所以慢慢的人们就用它来做装饰品。 还有玉的数量不是很多, 很难得到, 而且加工呢, 很困难。 因此, 只有族群中少数人, 比如族长呀, 祭祀, 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佩戴并使用。 这样慢慢的玉器就变成了礼器, 祭祀用用器或者是图腾。 因此, 正是在这样长期缓慢的进化过程中, 玉有原先的, 紧紧的一种有特殊性质的石头, 转化为了代表权力, 地位, 财富, 这样的象征。 所以, 相对于其他的民族, 中国人更喜欢玉器。